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的艺术家 沈静东先生 欢迎您沈先生 谢谢 沈先生这次到纽约来 是因为目前在纽约有个个展 名字叫沈静东在这儿 纽约各展 我觉得其实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 因为同时您在威尼斯 其实还有一个展览 是从5月份要一直持续到 11月份叫沈静东到此一游 我不知道这两个展览的命名 它们之间是交相呼应吗 还是说根据您的作品本身 它每个系列之间都是有呼应的 今年我的计划有三个展览 第一个是威尼斯的个展 就是在威尼斯双联展期间 我就起了一个沈静东到此 以一种轻松的心态 参与到威尼斯双联展 这个重要的一个展览之间 然后以一个像个游客 一个访方 访者 这样去参与 去做一个小的展览 然后同时那是5月份的事情 然后到了现在来到了纽约 我跟那个艺术主持商量一下 我说这个题目是不是 就要到此以后 他说到此以后太随意了一点 我们还是要稍微有一点姿态 就是说沈静东在此 就是说更加的表示自己在这里 就是在这 然后10月份 我还在巴黎有一个个展 叫做解放军占领巴黎 解放军占领巴黎 就根据我原来是当兵的 还有一个就是 以前70年代 法国一个著名的电影 就是解放军占领巴黎 有这个电影 所以您看 其实您的这个作品 就是个展的名称 这三个名称 其实我觉得和您的作品的内涵 其实也是有一个呼应 我不知道您自己怎么看 对 我是这样的 我这个作品 我现在从作品发展到现在 我基本上越来越 有一种轻松的 愉快的 但是又包含了一种 对世界的一种解读 然后一种姿态来跟大家 跟观众 跟就是认识的 还是不认识的朋友 已经交流 那像纽约这一次各展 展出的主要的这个作品系列 有哪些 有多少幅作品的 这次主要是一个儿童系列 就董包猫的儿童系列 和国际玩笑 还有之前的英雄会 几个系列组合在一起 有之前的作品 也有现在的作品 大概有40多件作品 40多件作品 那通过这个不同系列的作品 我们能够看到 您怎样的一个 艺术的思想表达 其实这个作品 最早有08年的 08年我是在纽约 做个四次各展 第一次是08年 在切尔西做了一个各展 叫英雄 黑尔 当时做得很成功 纽约时报也报道了 就是当时也是 中国当代艺术热 和艺术市场非常好的时候 整个在切尔西那个地方 做得非常好 但是可惜 08年我还在部队 人没有到场 只是一些图片 和一些资料过来 然后又在 这个Pukepsie 这个一个艺术中心 做了一个各展 然后又16年 在白盒子和蔡江 我们合作了一个双各展 这是第四次各展 那么这次各展 其中包含了08年的 留下来的几件作品 一直到今天的 从08年到现在 或者是从更早到现在 你可以看到我的作品的 风格发展的 风格的统一 然后又进行了自己的一段 一步步往前走的一个变化 那跟我们说一说 因为您的这个个人经历 与艺术经历 包括您这个从军的经历 其实都是密不可分的 对 那从最早我们说起 就是您在南京学画期间 因为您学的是版画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您作品的风格 我会觉得有一种漫画 或者是卡通的感觉 可能很多观众看过之后 都会有这样的 就是一种这个想法 或者是说觉得 和当代艺术 好像走得更近一些 离传统是比较远的 这样的 我是其实很小就学画 那个父亲是美术老师 这样学画 然后很小就 好像是展述这方面的 一种特点 特长 然后经常老师表扬 参加一些儿童展览 然后中专读的小装师范 是美术中专 出来当老师 到了三年美术老师 后来也考兰逸 学中专的时候 学得很雜了 就是有油画 国画 什么都学书法 什么都学 到了大学的时候 主修版画 这个版画就比较有意思 版画它没有什么限制 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间 同时也接触到 国画和油画 还有它的表现 版画表现形式 特别丰富 所以对我后来的创作也好 大学毕业以后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就进了南京军区 前线文工团 从事了舞台美术 一直到09年正式离开部队 长达18年时间 但这段经历 对我后来的创作 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因为从一个军人出身 然后就是这种身份的表达 在这次的展览中 也能体现到一个军人的身份 来表达世界各国的军人的 国际玩笑 其实还是表现一种 希望热爱和平 反对战争热爱和平 这个一个比较大的主题 那您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说从在部队期间 其实您已经开始 兼做这个创作 那像这个创作的萌芽 最开始是如何发生的 就是您想要做作品的愿望 是想要表达什么 为什么到最后会形成 现在这种风格 其实一个艺术家 他可能跟 就是说通常有一些不一样的 就是他总希望有表达 一种表达的欲望 这可能艺术家的一个 跟常人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有一种表达的欲望 首先是表达自己的存在 就表达自己的存在感 不断点想表达自己的 就是来到这世界上 为一种存在感 第二个是表达对世界的看法 我觉得这两方面 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因为一直学艺术 从小学艺术 对艺术的热爱和 这种已经根深蒂固 所以大学毕业份在武工团 既从事舞台美术 也自己搞创作 所以这个有个很 在南京十年 有个很漫长的经历 一开始也是学各种西方的 当代艺术的这种表现手法 后来慢慢地回到 就是自己跟生活有关的 跟自己身份有关的 从自画像开始 就穿军装的自画像开始 一直延续到现在 其实就是在您的作品当中 您说穿军装的自画像 我们可以看到您的 这个个体的形象 其实在您的很多 这个系列作品中都出现了 那这可能也是当时 您对自我的一个表达 非常认可 或者说您觉得有亲近感 所以您才会一直延续到今天 对 这种身份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部队这个身份 从小的我们受的是 英雄主义的教育 像雷锋 黄奇光这样 然后突然有一天自己当兵了 这个当兵以后 你觉得有的时候又不适应 感觉到有的时候 穿军装以后拍的照片 完全不像自己 就这种感觉 但是是一种错位 一种感觉到 所以这种东西 我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就是一直想把它表达 就是这种现实理想 和身份等等的东西 那如果您说到 这种感觉的错位 或许从您的画作当中 我们就能够看到这种 幽默 诙谐的 自我调侃的这种态度 因为您的画作 因为我们一想 穿军装的军人 那都是非常的英俊 魁梧 很有英气 但是您往往就会把自己画得 非常的诙谐 非常的有趣 我们说 这是您对于 怎么说 自身 对于您自己的一个 就是说您在用镜子来画吗 还是说 这是您想要表达 自己内心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 我觉得你完全读懂了我的作品 而且理解得非常好 有意思 因为刚才已经说了 就英雄在我们心中 是一种很高大的一种 特别是以前对一种 英雄的一种颂扬 对 但是现实中间 你自己到了军人里头 我觉得也是一个普通人 这种是一种 就是一种反差了 这种很有意思 我想还是把一个英雄 把它拼命化 就是这样 因为可能在传统观念里面 我们都是把英雄伟人化 或许就是它其貌不扬 或许它也没有那么高大魁梧 但是我们一旦用艺术形式 去表现的时候 可能大家往往会选择 一种美化的方式 因为我们觉得在艺术上 我们经过艺术处理 它应该是更美的 但是您选择了一个 相反的一个方向 但是您的这个方向 或许也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艺术家另外一种 我们说心态或者说姿态 对 我曾经在香港 做过一个展览名字 叫人间英雄 实际上英雄这个是 人人都希望做英雄的 那么在这个时代中间 其实英雄已经 这个时代好像人已经 就是这次一个批评家 给我写的就是叫做 单向的人 就是他也讲人在这个世界上面 你怎么去努力 好像人越来越趋同了 就差不多 除了职业的不同以后 你体现了个人的 你就是从一个 今天的哲学的角度去看的话 人就是已经差不多了 已经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我的后来画的作品 从军人以后就开始 不同的题材 不同的内容 然后人家看到 长得都差不多 只是服装不一样 正好契合了当下的 对人的一种认识 一种哲学的认识 当然这个是 匹名家对我的解读 包括这个作品的连贯性 就是当一看到您的作品的时候 都知道 原来是这个沈静东 他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以他的视角 在观察这个社会解读 这个社会同时表达 对 那我也想问问您 就是作为艺术家 到现在您觉得 您的这个艺术诉求 是否得到了实现 应该说我觉得 每个人每走一步 觉得都是接近于我的目标 艺术道路是很漫长的 就是我像爬山一样 现在就可能会 爬到半山腰 看看风景 我觉得挺美的 好 这样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把更多话题 留到下半段再说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那沈先生 之前我们有聊过您的作品 包括您这个风格 艺术风格形成 所经历的这个道路 那其实我也想问问您 因为作为您这一代的艺术家 您出生在1960年代中 其实是有自己特质的 因为经历了很多 这个特殊的时期 是其他年代的 这个艺术家所不具备的 那如果要您来概述一下 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 他们的共性和特性 您会怎么说 60年代的艺术家 基本上都比较关心于政治 关心于自己成长经历 那么60年代的人经历了一个 在国内经历了一个 大的一个社会变革 从毛泽东时代 一直到后来改革开放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也经历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所以自然而然 60年代和70年代 80年代就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看80年代的很多 也有不少艺术家 在画卡通之类的东西 但是他们只是 可能在这个内容上面 和对社会的看法上面 就不如60年代 那是因为你们经历的这种 社会的变革 对自己本身的这种影响 是非常大的 对 像有很多 包括我们说 包括中间的改革开放时期 面临的这种 我们说下岗 或者说是 乃至于其实大学 全面放开教育 还有这种经济模式的一种改变 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 包括可能您之前 又是军人 后来退伍之后 这两种生活状态 对于您来说 其实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你在部队的时候 你看跟社会上面 还是完全不一样 就不一样 部队生活是怎样的 您跟我们描述一下 您记忆中的部队生活 部队生活应该说 我们我在前线 我共团工作 还不完全像严格的部队 那么管理 但是你在一些场合 比如你开会 或者是走出去 你还是以一个军人的身份 包括你出门 你假如你穿到军装 你上公交车的话 人家都会看对吧 对 看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 你要做的话 你肯定会让做 你就是一个身份 所以出门一般都不提倡 穿军装 一穿军装 可能自己更累 是吧 觉得边上的人 都在关注着自己 对 那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环境 或者说一个比较特殊的 这么一个身份 令您在那段时期的创作也好 或者说是这种艺术圈的 这个氛围对您产生的影响 大吗 应该挺大 它因为就是一种反差 反差就会带来一种 带来一种思考 一种思考 这样 您指的反差是哪一方面的反差 作为一个军人来讲的话 它实际上是集体主义的 它要求纪律 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 它是自由的 强调个性 强调个性 然后很随便 思想也活跃 它就是 这就是很大的差别 那当时您是如何 在这个双重身份当中 去调试自己 一方面又是军人 但是您的工作呢 又是艺术家 人格分裂吧 我是AB型吧 正好有两面 可能是这样子 那具体我们说 到后来 就是是什么原因 促使您要离开部队 离开部队是已经 不是 当兵已经18年了 对 我觉得当时也40岁了 我觉得还是要实现 我自己理想 您的理想是什么 就是当艺术家 完全当一个自由的艺术家 那么也很巧合 到了04年的时候 中国的一个 实际上应该是第一个画廊 叫鸿门画廊 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叫布朗 在北京 90年代初建的画廊 他在北京 搞画廊 然后同时搞一个 访问艺术家项目 住地项目 艺术家住地项目 然后给外地的 非北京的艺术家 提供到北京 工作一个月 到两个月的一个机会 这样我就看到 网站上面 有这么一个消息 我就申请了 申请以后 没想到第一个被录取了 就说可以来 这样虽然北京 我们经常演出 经常去北京 但是真的能待在北京 一个月 还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 还是希望能留在北京 这样的 当时那一个月 对您的这种 我们说这个 怎么说 就是改变 或者说是对您的影响 非常大 非常大 因为那时候 03年 798已经开始了 对 我04年去 就感觉到 还是北京好 而且这么一个 整个月的进行创作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人 这种状态 是我所期望的 长期期望的一种状态 但是真的留在北京之后 您是否也感受到了 这个艺术家的生活的不易 确实 从我自身看也是这样的 从周边的艺术家看也是这样 做艺术家的确不容易 的确不容易 好就好在我 在南京这么多年的一种探索 南京从毕业以后 一直没有放弃艺术 十多年的探索 到了北京 基本上的风格已经形成了 作品的风格已经形成了 所以到北京以后 个人来讲 没有走特别弯曲的路 没有再去到北京来 再去探索 再花很多时间 然后再加上 我到北京04年的时候 05年就突然市场 艺术市场就好起来了 就赶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这个一个大的环境特别好 一直到05年08年 这个当代艺术中国热 就是特别明显 那个时候可能让很多艺术家 都以一种非常舒适的一种状态 生存下来并且进行创作 那时候不是舒适 是一种疯狂的状态 就是 您更直白 对 艺术好像自己也很懵 就是你画的作品 画完以后 被抢是吧 被抢 在南京的时候 这么多年画 没有人要画 我也没想到画画还能挣钱 到了北京以后 刚到北京就有人 想买画作品 就是这样的 但是那个时候 就是在那种情境下 在北京的 比如说您身边的艺术家的朋友 包括您自己 有没有被这个市场 撞晕头的时候 也有 也有 有发现有两个朋友 以前在七九八的 那就像那个小说 《范军众举》一样的描写的 我中奖了中奖 有点像疯了一样的那种感觉 作品一下子卖掉以后 人家就特别 像多年以后考试 然后范军众举 中了以后中奖元的 马上就疯掉的感觉 就是我在想 就是如果 因为艺术家 比如说像您一样 之前都保持一个 比较平稳的 一个创作的状态 生活 工作 可能一直到去北京之前 没有太大的 这个区别或者动荡 至少您在部队 没有谋生的这种需求 但是对于很多 北漂在北京的艺术家来说 这样的一个市场 激荡的一个变化 对于他们来说 是从来没有设想过的 而且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这种 突然这种物质的风营 让他们会不会 也手足无措 对 确实他们之前 比如在圆明园 和更早的一些艺术家 在北京确实是很艰苦的 那时候还有一个 也是身份的问题 人家忙流 没有户口 而且也不被认可 不被认可 长期不被认可 确实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 确实是艺术家 好起来的时候 有些人确实 还是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 非常大 非常大的 但是艺术市场没过几年 它又回归冷静了 对 又回归冷静 这个变化也很大了 很多人也有 反正身边也很多人 卖不掉了 作品有的就不画了 不画了 反正每个人不一样 艺术家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真正喜欢艺术的 他不会受市场影响 还是坚持 坚持 对 你这个市场实际上 你作品好了 被别人认可了 卖掉了 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你不卖作品 也无所谓 你就是能 艺术家就是生活 有生活 生活无忧就可以了 我有饭吃就行 也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 当然 创作是一辈子的事情 永远 你是一个艺术家 你就永远 在任何情况下 你都要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品 我想问问您 在市场这么动荡的这些年当中 您的作品风格或者说走向 会不会也受到市场的影响 我觉得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个人来讲 我这方面把握的是蛮好的 在市场最好的时候 别人疯抢的时候 我也是一张一张认真地 去对待每一件作品 然后现在来讲 事实上平稳的时候 我还是依然工作有序地 去完成自己的作品 不断地做展览 展示自己的作品 对您来说 因为怎么说 在中国艺术家的这种作品当中 您可以说是非常旗帜鲜明的 一个派别 您觉得您的话 当然我们能够看到 其中的中国特色 它的中国特色 并不是通过您的笔法 您的观念 而是它的实际的这种精神内涵 和它的政治语言 那您觉得您的话 拿到这个世界更大的一个平台上 它的一个独特性是什么 您是不是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都说 其实中国画家 最应该抓住的中国的本质 是它体制的不同 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觉得说的也一定有道理 说的也一定有道理 因为人属的环境的不一样 他所感受的是不一样的 所表现出来的东西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中国当代艺术家 在世界上面来讲的话 他也有他的独特的东西 包括我的东西 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 无论走到哪里 我是独特的 所以说我也不怕 我也没跟风 我也没有去学别人的东西 而是我自己慢慢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所以我希望 特别是今年 我就希望世界各地走一走 然后展世界作品 那您如何去 阐释您自己的政治与会 我自己的政治与会 我实际上是把对世界的看法 放在画的背后 那么我实际上还是想通过 观众的解读 观众的解读 对 我没有一个特别的态度 就是没有一个特别的 好像 其实在那里 这个心里比较重要 就是 比较一个作者一样 随时就能闻到一个 随时 到了我们看 从来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